大家好,歡迎再次來到HK跳拖.com 我是阿榮 今天是做InDesign的教學 但在教學之前就有些消息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如果大家看到畫面的話 就應該看到了 HK跳拖的網就改了樣子 所以有些功能的位置就不同了 有些新功能 第一樣就是我們多了一個討論區 大家就可以進去給一下意見 接著就是Login的位置不同了 以前Login在旁邊的Sidebar 現在就轉到上面 按上面登入或者註冊這個位置 就可以Login到或者登記成為會員 我們說回教學 今天就是做InDesign的教學 一樣都是入門的 因為我們會做一個外轉系列 就是講在InDesign怎樣做黑白、雙色或三色的設計 也會講一下InDesign怎樣管理我們的飾票 現在就開始教學了 去到InDesign 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 主要集中在這個Panel Switches 飾票 如果你看不到這個的話 就在Windows下面 可以看一下 是在 Color Switches 就可以開啟這個Panel出來 上面就有 有些東西 例如我現在在畫面畫一個四方形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 Switch我們的顏色 然後可以加入不同顏色 可以方便 我們 例如一份稿 會有 用來用去都是幾個顏色 我們就可以這樣 去ished 通常呢 我一開始做好 做完那些內套之後 就會丟掉了一些 沒有用的顏色 當你一剪下這些顏色的時候 它就會問你 如果有主要是在這隻色 你會去replace 那一隻 就去replace做黑色 OK 接著我可以加一些新的SWITCH 在右上角按鈕 就可以新增一個COLOR 新增一個COLORSWITCH 你可以選CMYK、LED、RGB 下面有一些BOOK COLOR 例如是PANTONE的COLOR 你可以選PANTONE的CMYK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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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PASTEL 和螢光色 或者是金屬色 例如我們用CCOLOR 你就可以在這裡 例如你已經知道你需要什麼號碼 例如我需要2562 它就會很快地搜尋出來 例如我們選150這隻橙色 我們按Double Click 或是Add Add之後 現在就有一隻PANTONE顏色 如果我們要做一些雙色的書 那很多時候我們會用PANTONE 就會再混合一些黑色 來做一些新的 令到本書就不會值得兩隻色 那麼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如果現在的PANTONE 就加不到黑色的 我們就 除了可以較淡一點 例如這個TIN 我們可以按淡一點 即是43%的這隻COLOR 但你不可能再加黑上去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可以選擇這隻PANTONE 我們新增一隻Mix Ink的Switch OK 那你就可以打下去 這裡呢 你可以加一些COLOR 例如我現在加了一個PANTONE 這隻COLOR 和一隻黑色 我們就可以調校了 例如我們要一隻 50% 和100% 然後我們就可以再加上 elles 那麼就只要在一隻 我們可以只要被它中的 那就可以做一點 例如是150 例如是50 100 改過自己 正確便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做到一隻 100% 150COLOR 然後呢 就有50%黑色 加入了的 那你有了這些顏色之後呢 甚至乎可以再做漸變 例如呢 這位同物件 我們開個Gradient 把Color 放進去 我們先拔走頭尾這些不要的顏色 這樣就可以做到 一隻 這樣的漸變 利用磚色和黑色來做漸變 這樣就會使用磚色的時候更方便 除了這種Mix Ink 還有一種 如果需要做一套的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 New Mix Ink Group 我們開這個Group 我們就可以開一個Group名 叫做150C 跟剛才一樣 我們開一開 有一個Initial Initial就是初始的時候 例如是10% 旁邊有重複的一次 即是這隻黑色 我們需要重複的一次 例如是需要重複兩次 每一次增加30% 接著 我們的專色 Initial是100 Repeat 0 這樣 我們按OK 這樣的話 它就會幫我們自動 製造一隻 110% 140% 因為每一次增加30% 和170% 就自動出現了 當然 你們都可以 刪除了它 你都可以做一隻 例如我們剛才那個 環境 我們只有一隻150% 其實我們可以一次過做一套 Initial是10% 每次增加10% 每次增加10% 而我們這隻Pentone Color 我們就100% 0 OK OK 那我們就會做了一套 12 13 14 15 最後到100 100 的顏色出現了 一group 那你做書排起來的時候 你可以用的Switch 就多了很多 說完這些Switch 如果 你做完 砌好這本書 但是你突然間發現要轉Pentone 其實都可以的 因為這一堆全部都是 源自於這個Switch 只要我們 double click它 打開它之後 我們就可以改顏色 我們可以preview到 甚至乎下面這些group switch 也會自動更改 除非是有一個特別的情況 它會不讓你改 就是你import了一個 同樣有這隻專式的 AI file 我們現在試一試這個情況 例如Pentone 2593C 我們去到AI 開個新的Document OK 那我們就隨便畫些東西 一個圓圈 接著我們就去Switch 我們一樣 一個新的Switch OpenSwitch Library 就是Color Book 裡面我們要Color Pentone Solid Code 接著就是 再看一次是 2593 我們可以搜尋2593 就找到2593出來 Double click OK 那條邊就不要黑色 我們拔走一條邊 假設我們現在 save了這個Document 叫做2593 我們先放在Desktop AI的 CS6 接著呢 我們去 InDesign Cmd D 我們paste 我們剛才save 那個file出來 2593 OK 當我們paste了一隻 和我們的Document 用的 這隻2593 一樣的 color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我們現在 double click 就不能夠 就不能夠 add the color 所以如果 你遇到這個情況 首先要去AI 例如 我們現在 突然間 客人需要 轉個Pentone color 在AI 轉這個 也都相當之麻煩 我們必須 按另一個switch 才可以 不可以像InDesign 就這樣 double click 我們可以去 然後 open switch library colour book solid code 然後 我們就選 這個 才算 OK 加進去 我們就要把 它變成 一隻這樣的 顏色 7471c 我們save 它 去回 InDesign 這樣我們就可以 refresh refresh 之後 你會發現 我們的switch library 多了一隻 7471c 我們這個時候 才可以拐回 7471 already in used 它不讓我們選 我們就可以 選擇 這兩隻 將它 merge 這樣它就自動會變成 7471c OK 那接下來 我們就要說一下 在InDesign 我們怎樣可以 幫一些照片 除了黑白照之外 就可以 加一些色 好 那回來 第二部分 我們就會說一下 如何在InDesign 處理黑白照 首先呢 有些黑白照 在這裡 就可以drop 就可以 paste 那 本身呢 就要處理黑白照 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 apply effect 例如是 我們用黑線盾選 它的時候 就可以fuel 些 顏色 它自動 會幫我們 把白色 變成 我們的switch 例如是我們做一隻新的switch出來 啊 啊 new mix ink 啊 或者不用 我們要 fuel 這隻 然後就把Teen按下 這樣吧 然後我們按 A 按 白箭咀 試一張照片 原本這裡 我們就可以fuel 其他藍色 然後呢 如果你是做一個 三色的書 的話呢 三色的設計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再加一個 新的color switch 進去 例如是這樣 我們去pantone 的ccolor 我們選一隻黃色 我們呢 就可以 那個黑色位 fuel 黃色 或者黑色位 fuel 一隻 顏色呢 然後 白色位 黃色 你們都可以用這個效果 做些sipia的照片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叼通的效果 那其實現在這個是tri tone 因為有第三色 加了進去 那 跟著呢 我們除了可以這樣做之外 這樣做呢 我們可以這樣做 但是都有些限制的 例如是呢 他吃的file 就一定要是fuel 的 例如呢 我現在有一張相 一張png 那張png 在Photoshop打開 它是layer0 來的 它還未flatten 我們close 它 如果我們將它paste 進去 inDesign 也就是說 我們就只做到 我們呢 什麼效果都 放不下去 除非呢 我們打開一張相 將它flatten 它 要是一個 沒有 沒有 沒有layer 它是一個background 這個情況 我們就可以用到 剛才的做法 我們才可以 提供到 剛才所說的 這個fuel 的顏色 的情況 所以如果你遇到 一些特別情況 你是需要 有需要退地 但是你是想做這個效果 你就可以用psd 或者 EPS 打開 psd 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這個psd 就是有個layer mark 如果我們 apply 了 我們 save 我們把它丟進去 我們就可以做到 一款效果 但是呢 就做不到第二款 就是我們不可以改變黑色的比例 我們要怎樣才可以做到呢 就需要一個 我們打開第二個psd 這個psd 就有path 在這裡 path 已經是做了keeping path 我現在做多一次 例如呢 我們現在畫一個圈 不能畫畫四方形 不可能畫過四方形 將inDesign這個字 困住 然後我們再多畫一圈 那就畫了兩個 假設我們要把這兩個圈 在這條path裡 再trouble click 然后 在右手邊的三個型 我們呢 有一種東西叫做 Clipping Path Clipping Path 之後呢 選一選Path 1 就是我們剛才的 save 這個Path OK OK的之後 我們要留下psd 但記得是要背景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這個PST 放到 InDesign 上 你就會發現我們已經只有剛才那兩部分選擇了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就可以提供剛才所做的那些效果 但依然是有背景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些方法在 InDesign AI AI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AI就只有bitmap的照片可以這樣做 所以關於 InDesign 有關顏色的教學 今天就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問題就歡迎回到我網站 HK潮Tor.com 告訴我 或者去我的Facebook 告訴我 希望大家喜歡 下次做的教學應該是過了新年 下次就在2013年見 祝大家新年快樂 拜拜